当你想要改变当下感受到的一种情绪时 你可以使用反向行动这个技能 尤其是当按照你的情绪去行动对你没有好处 甚至会给你带来伤害时 这个技能会很有用 假设你害怕公开演讲 而这妨碍了你在群体中提问或参与 每当需要公开演讲的情况出现时 你就会想要逃走或者漠不作声 克服恐惧的一种方法 是去做与你想要做的事情相反的行动 例如不去逃避而是大声地表达并参与 反向行动就是同样的原理 你可以把这个技能用于任何你想要改变的情绪 要练习反向行动 首先确定你想要改变的情感 它是恐惧吗 愤怒吗 悲伤吗 羞耻吗 嫉妒吗 你可能需要专注于你的身体 来确定你到底体验到了什么感觉 你想哭吗 或者你的身体里有一种沉重感吗 这有可能是悲伤的情感 你是否思绪万千 或者守又年又失 这也许是恐惧 第二辨别并描述出你想要做什么 你有做什么的冲动 每个人的行为冲动都是不同的 有时对于恐惧 冲动是逃跑 对于愤怒有些人有攻击的冲动 而另一些人想要完全忽略掉对方 你要问问自己 我想要做什么 或者我有哪些冲动 接下来辨别出与你的冲动相反的行为有哪些 如果你感到羞耻 并想要藏起来 反向行动可能是停止隐藏 并将令你感到羞愧的事告诉给支持你的人 如果你感到悲伤 你的行动冲动可能是退缩或远离其他人 那么反向行动是活跃起来 并做你喜欢的事 想让反向行动起作用 采取彻底的反向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这涉及到面部表情 姿势 想法 和说话的方式 比如当你起床时 如果你的想法是 这太糟了 我不想做这个 这太难了 你要去想与之恰恰相反的想法 比如 我能做到 一步一步来 而且 如果你的冲动是整天待在床上 单单是起床 并非是彻底的反向行动 你还要挺起胸 通过走出家门 散散步 或者和朋友聊天 让自己活跃起来 对于愤怒 如果你的冲动是对别人大喊大叫 或批评别人 彻底的反向行动 可以是温柔地避开那个人 试着同情他们 理解他们的观点 并保持友好 最后 关键点是要反复采取反向行动 直到你留意到情绪的强度降低了 或者情绪完全改变了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但这个技能很有效 这个技能可能很难做到 尤其是当你正处于一种强烈的情绪中时 一步一步来 记住 当你想改变你的情感时 辨别你的情感 描述你的行为冲动 辨别与你的冲动相反的行为 采取彻底的反向行动 并且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你的情感发生改变 会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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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的行为 这次辅助会 就像我个人 说明了 一天 好 最高 有点 是 有点 有点 有点